而关注北韩派遣了超过一万人的部队支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作战 他们部署在库斯科地区 冒险入侵的乌军就很有可能交战的对象是北韩的特种部队 北约跟西方各国联手抗俄 五角大厦表示一旦北韩派兵援俄将不会再对援武武器有新的限制 而贺锦丽阵营包括美国总统拜登近日都痛批对手 前总统川普在卸任之后跟普京通电话高达六次 乌克兰首都基辅上周连续两晚遭俄罗斯无人机攻击一死无伤 尽管战场人力损失惨重 俄军至今的伤亡北约估计60万人 美国情报是50万人 但军备武器俄军并不缺乏 自己盖的大楼自己炸 10月28日俄罗斯用引导炸弹 摧毁前苏联政府建造的乌克兰哈尔科夫地标古机工业工 这栋苏联第一栋摩天大楼曾战略世界遗产 俄军摧毁地标企图打击明星士气 第一线的乌军则遭受重大的意志力考验 武东盾内刺客的赛利多伟遭遇俄军三面夹击猛攻 记者和采访对象都随时可能为国牺牲 整周没休息的日夜战斗 乌军士兵快崩溃 俄军无人机火炮与破级炮数量是乌军十倍 更可怕的是他们不用重型装甲车 而是人海战术 两军最大差别在于 俄军不在乎士兵生命 目前也不缺送上战场的炮灰 今天 I can confirm that North Korean troops have been sent to Russia and that North Korean military units have been deployed to the Kursk region another breach of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几天来五角大厦一直用普京绝望衰弱球员的角度 解读北韩原厄士兵一事 但10月29日传出 美国国防部松口 一旦北韩参战 将不再对美国原武武器设下新限制 是否西方与乌克兰其实也感受到压力 美方仍未解除美元武器不能攻打恶劲的限制 但从最新曝光的北韩附恶士兵影片看来 一万至一万两千名士兵 可不一定都是南韩防掌口中 年轻又营养不良的炮灰菜鸟兵 荷兰国防部长的话令人担忧 8月初冒险攻入俄罗斯境内库斯克地区的精锐乌军 在疲惫作战三个月后 可能要面对北韩特种部队暴风军团的袭击 美国总统拜登回家乡德拉瓦州提前投票 记者问到此事 拜登借机批评川普 些人后曾六次与普京通电话 克里姆林公不愿证实此事 客公发言人只表示 负责任的不公开高层对话 至于北韩的多方合作属于俄罗斯主权范围 美国人选出的总统对乌俄战争结局影响很大 这让许多人感到无奈 比利时女子阿尼亚的养父母也很无奈 跨国领养来的孩子长大后又回去了 还是上战场 出生就只有单腿的阿尼亚从小被比利时烈日的家庭收养 有从军梦的阿尼亚26岁时才查到 他除了有波兰协同 还有个乌克兰祖父是扎波罗热人 战争爆发后 他先加入人道物资运送车队 后来听说有受训机会 毅然加入成为外籍战士 负责操作无人机侦搜 在热情中燃烧生命是一种幸福 被送上乌俄战场的北韩士兵是否觉得幸福呢 乌克兰已经做好了准备 要用北韩士兵没有体验过的幸福当作投降诱饵 韩语配音的宣传引带针对北韩原俄士兵制作 花木服输的社区明亮干净的房间 带领养的宠物猫 有肉有菜有饭的三餐 乌克兰军队招降计划 对北韩士兵展示了专用俘虏营内 在家乡都不曾有过的幸福生活 就算被逼上战场 人生还是能有一次选择的机会 希望北韩士兵好好把握 TVBS新闻综合报导